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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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你自己跟小說人物相處日久 而且那是心心念念 就是你幾乎是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情也是他們 到一天結束 就是你心裡即使是在做其他的所事 可是你心裡最重要的還是你的人物 還是你的故事 所以你相處這麼久 這麼密切之後 就是一定會有很深的 應該說是執念或是感情 無論那位老先生 或是那位妻子 或者是做下這個事情的 我們叫被告 那個在書中的被告 其實都一樣 書中的佳蓁 書中的洪太 書中的洪先生 在我心裡 都有非常為難的地方 就是那個如得其情 就是我會知道 我會感覺 我會自以為 就是知道小說人物的心情 即使是那位老先生 就是在小說中間 他可能 他可能就是跟佳蓁 有過一些佳蓁 並不願意去發生的情況 可是我們社會 對於老年 老年男性的 他的情感跟欲望 從來沒有讓他有一個放置的地方 所以就是如果他也有 如果他有熱情 如果他有很強的欲望 如果他有他年輕的時候 所嚮往的所謂的 true love 當然可能有 可是我們社會從來沒有正視 這樣老先生的心情 那我們的社會 我剛有講過是儒家社會 那儒家社會 總是用倫理結構去放置所有的人 就是都是家庭就是倫理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年紀大一點的老先生 或者是甚至是中年以上的先生 在公共汽車上 在捷運上 我們都會叫他伯伯 叫他爺爺 就是我們很自然地 給他們一些人倫上的稱呼 我們把它變成長輩 那麼長輩 當你變成叔叔伯伯或爺爺的時候 其實就自動幫你撥除了 你應該有的 包括你對一個 比你年輕的異性的感情 或異性的同性的感情 就是你自然變成長輩 你明明跟他可以有更 朋友一般的交易 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社會不太 我們總是用一些年齡 用一些備份去圈陷某一個人 讓他做出他所謂應該有的樣子 可是我們常常就 因為太重視這個倫理 所以就忽視了原來每個人的心理 可能不是這樣 所以對這位老先生 即使在我的小說裡面 他是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你說我沒有同情嗎 不 我有很深的同情 就是你要他怎麼辦呢 你要他怎麼去表達自己呢 甚至我們的文化詞彙裡 也沒有給他一對 也沒有給他一套 他可以說出自己心聲的方式 就是他怎麼去對一個年輕的佳蓁說 我真是陷入了愛河 這是很困難的語句 就除非他要用一些很不適當的 很不恰當的方法 或是在外人看起來很猥褻 很扭曲 充滿了各種的狡詐的方式 他才能夠表達他自己的心聲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扭曲的環境 那如果他是特別有錢 或特別有財經的能力 他很有 就是他可能自動就有 就是如果這個老男人有財經上的優勢 他比較可以得到他自己情感或欲望的多重的出口 這是社會現實 可是如果他是像洪伯這樣的老先生 那麼也許應該說我們整個的社會 或者是我們社會裡面的文化詞彙 沒有給他一個對的修辭術 沒有給他一個對的 他沒有配備著他可以表達心聲的方式 所以你說他富含心肌 說他心肌生成 這都是這某個意義上也都是一種標籤 他的心肌如果他不生成 他怎麼樣去他怎麼樣去浮現出來呢 就是這個是我舉最舉單的例子 因為如果說書裡面有三個人 他也許在書裡面沒有直接露面 可是他確實他確實有他的誠服有他的心肌 他確實讓年輕的佳蓁不知如何是好 這都是他做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近距離去看 去看到就是去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看到他的內心世界 那他也有可憐可憫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小說 我這麼喜歡小說的原因 就是他可以把目光集中在個人 就是你可以在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也同時可以看到裡面的每一個個人 他可以說是無奈的處境 就是他有他的社會條件 他有他做這個做下某一個事情的時候 他所有的不容易 就是他抉擇中間的難處 每個主人翁吧 在我心裡特別是相處了這麼久之後 大概兩年的時間 是我心裡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作者的心情之下 那當然對其中的每個人 我都有應該說都有百分之百的試圖 將心比心 也試圖就是給予一個作者跟他的人物之間 我能夠做的就是我都做了 不管那個叫對你人物的關心也好 關注也好 或者你就是用你所有可以貼近他的心情的寫法 用最準確的文字吧 去找到到底他心裡想寫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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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